土耳其外长达乌特奥卢将访问伊朗 讨论伊朗核项目问题 土耳其外交部说 达乌特奥卢星期三将开始 为期两天的访问 他此行还将讨论伊拉克和叙利亚 最近的事态发展 达乌特奥卢此次访问 正值该地区紧张局势加剧 此前美国对伊朗施加了新的经济制裁 欧洲国家也可能采取类似行动 德黑兰方面作出回应 威胁要关闭具有战略意义的 霍尔木兹海峡 并警告美国之前驻扎在波斯湾一艘 航空母舰必须远离这一地区 中国星期三批评美国的制裁行动 美国制裁针对的是 与伊朗中央银行打交道的金融机构 中国外交部重申 中国反对单边制裁 中国外交部表示 伊朗的核项目问题 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